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纷纷跪地求劳 更由坦克黄明浩首次开启单人副本 有一说一啊 蜜桃三真的给我们太多惊喜了 那么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来给你们安利新回归的蜜桃三吧 先来述说嘉宾成容 蜜桃团成员们依旧有常驻嘉宾的杨幂 斗伦 大张伟和黄明浩 虽然上一集的郭麒麟退出了 但是第一集的张国伟再次回归了 而且第三集的第一集 王佳儿作为飞行嘉宾首次参与节目的录制 并且因为答题成功顺利当选为第一期的队长 你们想象中的队长应该坦度max 带领团队左向披靡吗 不不不 让我们跑开轻松快乐的新导片 直接开启正片主题吧 开启密室的第一个关卡就是全黑覆盘 本来还勇气各家自告奋勇排在第一的邓轮 在摘下眼罩看到私下奇黑一片后 直接被打回原型 果断当起了毕业玩家 甚至在线卑微 要求弟弟变换队形 适应环境后大家发现 他们都被困在了一个四面式铁丝网的密室里 只有找到开锁的密码才能逃出第一关卡 虽然四面封闭 可是恐惧感也是有增无减 比如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巨大撞击声 突然亮起的诡异红色灯光 伴随着湖明湖暗灯光 出现的是NBC猝不及防的贴脸杀 场面一度混乱 此刻的王家儿表示 只要我听不见危险就不会发生 邓轮依旧正常发挥 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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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在众人齐心协力下 终于在小甲身上找到了开锁密码 如果说前面的惊吓还不够的话 那么接下来等待密桃团的惊喜和惊吓 还在后面 不仅需要智商勇气 还需要会开车 玩家需要把车精准地停在指定区内 可是车因为太陈旧了 无法成功启动 张国伟莫名其妙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接下来 众人齐心协力推车 车上把握住方向盘的王家儿 像极了考科莫尔的我 一出屏幕的不知所措 就真的大写的真实 结果停车失败 任务重启 在节目播出后 王家儿只能倒车入库的视频 甚至成为驾向的反面教材 射死的抽签方式又增加了呢 在邓轮成功倒车入库后 接下来 剧场影院开始投屏播放随机的影视剧片段 每位玩家还需要答对影视片段中 惊鸿一瞥的橘色扮演者是谁 才可以通过 下一刻就让蜜桃团吓到出狂 萤幕中的女鬼变成NPC 直接来了个贴脸杀 邓轮看到这里真的想说 有恐怖片那位啦 后人随着通关一个个密室后 接下来的密室是被困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 除了要找到大门钥匙这样的解密环节外 墙壁上有一行引人注目的字 那就是绝对不能按 蜜桃团老众员们都纷纷表示 这该死熟悉感又回来了 而作为谋新的王家 很明显是没有经历过前几季蜜桃的毒打的 表示要玩就玩最大 果断按下按钮 虽然当前看起来无事发生 但是恐怖密室的直见剧情 已经默默开启了 那就是迎来了首个单人副本 只允许一个人进入接下来的关卡 其余人回房间等待 这次就进去一个人了 一个人 不玩游戏的人不准偷拍 杨蜜桃团联合表示 不玩了不玩了 那我们就结束这个游戏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我们几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没事 于是团队中弹度最高的小甲 为了团队做出自我牺牲 独自一人开启单人副本任务 耳边响起的是诡异的恐怖童谣 周围是身受不见五指的黑暗 看到这里真的心疼小甲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恐惧 这时候舞台灯光忽然亮起 台上的三只木龙开口说话了 其中一个木耳说 自己的发卡掉了 让小甲去帮忙找回来 接到任务的小甲鼓起勇气 一个人朝黑暗深处走去 不得不说小甲真的太勇敢了吧 就算害怕他屏住呼吸 也努力的完成了任务 小甲单线任务成功后 接下来就是双人任务 大张伟王甲申请出战 王甲全称嘴塔模式开启 我害怕但我可以逃避现实 不要紧张好不好哥 我没有紧张 他们在里面这样聊天是对的 别紧张啊 没事没事没事 不仅当起了毕业玩家 还选择性失踪 原来双人任务比刚刚小甲的单人任务 难度更大了 这一次是木偶丢了一只鞋 要求帮忙找回来 此刻的王甲根本已经两只手不够用了 因为不仅要双手塞住耳朵 还需要紧紧抱住大张伟 哥你怕你就抱紧点 不是你怕什么我怕 彻底变成了大张伟的背部挂剑 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的两个人越走越深 结果被困在两边封闭的密室 完全出不去了 而等大的蜜桃团成员 为了解救被困的大张伟和王甲 于是单人任务再次开启 这一次张国伟一人前往支援 可能等轮和杨米做梦都没有想到 蜜桃团赶料最小的两个人 迎诈杨座再次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在张国伟也被困住后 不得已的毕业玩家等轮杨米 开始了釜底摸式蹲地前行 一边哭一边继续缓慢前进 托蜜档组合再次上线 好不容易挪到了下一个密室的入口 我再次开口说话着 要求两个人中一个人留下来陪着 但是我害怕 你们能留一个人陪我们吗 听完这句话的邓轮和杨米 纷纷表示绝不可能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能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真的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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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队友不断地远程声音加油打气下 托蜜档跪着走完全程 杨米正式地被吓到瑟瑟发抖 你别抖别抖 我真的在抖 虽然自己也狂拒 但是邓轮还是不忘安慰杨米 密密密密 没事 没事 起来起来 起来 可能这就是团魂吧 即使再恐怖的密室 大家一起汇聚力量 就可以创造奇迹 其实密室大道托这档组艺 每期无论是以恐怖惊悚开场 最终都以暖心的故事作为结尾 比喻期的密室主题 其实是围绕着有身体缺陷的儿童 因为身体缺陷所以无法和正常孩子 一样玩游乐场的游乐设施 在本来已经通关整个密室的情况下 蜜桃团成员还是选择做额外的任务 恢复这个为残障儿童 转门设施的游乐场 看到游乐场的灯光 重新点亮的那一刻 蜜桃团成员们的勇敢闯关 也变得有了意义 或许你们以为 第三季的蜜桃为了强势回归 只是首期做到难度和清闲度效果满分吗 再看了第二期的我们感叹 蜜桃三真的是有用心在做恐怖密室 第二期的飞行嘉宾 加入了白剑厅和时代商业团的刘耀文 开篇第一个关卡就是刺激的倒计时炸弹 在我们以为 这一定是为了综艺效果制造的假道具吗 没想到炸弹是真的 来自某新的和平母亲的我们 惊吓也是真的 后面是高能不断 这次的虚惊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不得不夸断下节目组的硬件匹配 真的是越来越令人惊叹了 都属于豪华版警官 这一集并不是以黑到底的恐怖 而是加入了99个空心人NBC的概念 这一点会加剧紧张感和刺激感 历史后期有设定15分钟的生死失速 安防通道关节 只有点燃烟花几肯失智的空心人 并且按下通道按钮 才可以成功进入下个房间 在蜜桃团此起鼻肤的尖叫声中 作为观众的我们 真的要给白净廷点赞了 因为白败堪称目前蜜桃中的 神坛No.1 在大家都被吓坏了 想要赶紧逃跑的时候 白净廷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在跑步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就是在慢跑 而且脸上洋溢着笑容 对比其他人的吓到模糊 真的是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甚至白净廷在手中没有烟花的情况下 机智扮演NBC 躲过攻击 演技是队友都没有认出来的程度 不得不说 蜜桃3真的把恐怖蜜市发挥得淋漓尽致 看到这里 有个观众可能想说 蜜市重在解密 而不是可以营造恐怖氛围吗 但是事实就是 无论是现在市场上的真人蜜市 还是对于像蜜市大逃脱这样的综艺来说 恐怖蜜市都是人气最高的不二之旋 而蜜市大逃脱叫我们开来 也算是把喜欢脑力解密 和喜欢综艺效果的这两者观众 平衡的不错的一档综艺啦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这期影片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加打开小铃铛哟 那豆豆狗狗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